1997年 中山建整体打捞出水 与之共同出水的文物多达6000多建套 这些文物中 德国生产或与德国有关的文物多达百建 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德关系发展和贸易状况 体现了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艰辛历程 为响应习近平主席让文物活起来的讲话精神 武汉市中山建博物馆以科研成果为依托 充分发挥独特的馆藏资源优势 策划了此次建政中德交往 中山建出水文物特展 展览分为以物易货 近代中德贸易 仿德制器 中国军工建设 以德为师 近代中德人才交流 合作共赢 现代中德关系四个章节 以中山建出水的德制文物为线索 探寻中德关系百年来的发展历程 展览与中山建安排于同一陈列空间 以中山建雄资为整体空间背景 突出建政中德的展览主题 近80米的展现围绕在中山建周围 以蓝灰色为主基调 与中山建颜色相互协调 展览展出文物65件套 辅助展品23件套 使用图片 图表 百余幅 展览采用立体布展和文物组合布展的形式 解决了展场面积小 展现短与展品较多的矛盾 既突出了重点文物 又避免了展品堆砌 在展示方法上 采用了多种设计形式 针对有特点的重要文物 展示橱窗依文物而设 以彰显文物特点 形成动态视觉 用自创的悬浮式陈列法 让笨重的垫块和支架消失 减少视觉上的影响 对相互关联的文物 采取组合式展示法 突出文物在正常使用时的关联 摆放生动自然 文物中生活用品的展示 复原了文物在当年的模样 更显生活气息 展览将文物融入展览大背景之中 观众可随时拍照打卡 现场还放置有一大一小 两个卡通人物模板 满足观众的拍照需求 由于展现较短 展出的重点文物 图片 图表等 均制作了二维码 粘贴于展板下方 观众可自行扫描 观看详细文字介绍 图像和视频 本次展览的文创产品 除编辑出版相关书籍之外 还设计制作了以展出文物为主体的 见证中德主题明信片 在保证文物安全和观众安全的情况下 展览开幕式演奏百年历史的德国钢琴 让观众触摸出水枪械等活动 极大的调动了观众的兴趣 为配合此次展览 我管特邀《长江日报》高级记者于希 来管作《如何认识当今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讲座 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见证中德交往 中山舰出水文物特展 与中山舰相互烘托应称 完美地表达了见证中德的展览意图 该展览也是武汉市中山舰博物馆 及文物研究 成果转化出版 研究成果宣传 藏品展示 观众互动 公益讲座和文旅产品开发等 为一体的综合性策划项目 展览开幕后 受到观众的广泛认可和好评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